Hello,我是桑普,2024年9月28日晚上和大家做桑普论席 十年前,我今天在哪个地方呢?香港金钟,即是下角度的地方 和大家一起在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新的发展 连续79天的占领的开始,也都是87颗催泪弹,襲击了很多香港市民的一天 他们扔催泪弹,我们向后退,但我们如水作战 当他们没有再扔的时候,我们就向前再来 我们和很多人都在马路上,都在不同地方一起去对抗这个政权 对抗当时以梁振英为首,林郑月娥为父的这个政权 十年前的占中或者后来演化成的雨傘运动 在我们心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分量 这场运动使我们知道,经历了世界上最长的一场公民抗命的占领 你看看北京天安门,当时的49天 你看看这个在台湾的太阳花,都是20多日,23天左右 占领华尔街只有60多日的时间,但不及得上79天的2014年的 由占中印白的雨傘运动 这一场磅磅的运动在我们的心目中非常有地位 老中青三代都是在不同地方落到场,但我们虽然最多200多人被捕 这一场运动也使得占中三子被判刑 那朱耀明牧师判判刑,其他两位也都坐过牢 那现在戴耀廷是继续因为其他案件在坐牢 那陈建文和朱耀明已经在台湾 那你说其他商学的人士呢? 那你譬如说看到周永康,看到陈奥辉,他们两个的命运 现在不一样,一个在美国继续做倡议活动,一个在监狱服刑 因为47人案,有些变了很清晰暴露了他真实的身份 比如张秀妍这些,也有一些继续在海外奔走生活 比如罗管聪,也有继续服刑的,当然不要不记得 Josia,黄之峰,也有离开了这个香港在加拿大 好好地生活的周庭 很多的人物我们不能够进入,这些都是名人了很多很多 在场内场外帮忙的老中青三代 我看到大往百下,一百岁都在唱荣,继续说 一些我们坚持的信念,这一点是相当难得的 看着这个节目有很多的人,很多人都参与过那场运动 或者在海外声援过那场运动 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铭记我们的初心 还有知道这个运动,如果有一个post mortem 我们可能去检查究竟是否要冲啊 究竟是否有什么策略上的情况啊 我们怎样想做得更好啊,当然可以做这些分析了 但是我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意义就是产生了两个反省,第一 本土主义的兴起,我不是很喜欢localism 因为你说到像讲奶粉那些情况,不是 是港独的兴起,自缺的兴起,独立信任的兴起,为什么呢? 知道人大181个决定的框架下来之后呢 基本上在那个基本法呢 一纸巨文,满纸方唐言,一把辛酸雷 1984年的中伊联合声明就好像西藏和中国签订的17条一样 当时1984年是12条协议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骗完之后就看到2014年暴露的真相 要在基本法框架之内拿真普选 基本上是港理此路不通 换言之,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高度自治,缘目求余 基本法框架已经不再有意义,跟着很多人迈向自缺于港独的道路 第二件事,当然大家会知道的就是手段的激烈化 有些人说激进,radical 但我只是说激烈会更加strong 就是你会看到2019年的时候 和理非和勇武都一起做 我也不认为勇武那班是violence 他们是resistance 在这一点我们看到我们付出多少东西去做 都是失败 但这个失败是表面上的未成功 而不是真正的全盘的崩溃 只要我们有信念希望 不要死好好活,准备好等运动 我们始终都会赢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温存这个善念 去做好每一天我们要做的工作 这一节我们不是专门说928 或者这个占中或者雨伞运动 大家放在心里面很重要 但我们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离开美国大选 我都两天没有说到美国大选 我和杰斯做其他节目 没有说日本大选的情况 现在说到美国大选的情况 那美国大选最新鲜滚烈 我在这一秒钟看到很多的新闻 第一就是哈里斯 在星期五呢 在边境做一场演讲 那他很久就好过边境了 那去边境做一场演讲 所谓何事呢 那接着呢 肯定呢 今天呢 即我们的星期六 即我们的星期六 即现在是美国时间的 早上时间 我还没看到 特朗普就会在 威斯康産的西部 尤其是Perry Duchenne 的这个城市 就是Eating Cats and Dogs 的Duchenne 就是猫 那他是五千人的城市 就在墨西西比河的分隔 即跨过墨西西比河 就是埃尔华 那么这个城市里面呢 他会做一个演讲 肯定 会批评波德沙 边境沙皇 就是这个哈里斯所做的事 哈里斯当时被拜登任命 即他是拜登的副手 那你没事就找你做一样东西 做过研究的root cause 有三个中非国家 他们去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来 美国的migration 讲是migration 其实illegal immigration 即非法入境的root cause 是什么 他做研究的 各位很多的左派媒体 就是他只是做这件事 你怎么叫做波德沙 不好意思 他不是研究员 他不是美国不知什么大学 什么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是副总统 叫他做研究解决问题 You are not for researching You ar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我听完哈里斯说了大堆的问题 我看回Fox News 他下面有个标题 不断跳一些新的标题 他有一句很基本 Why hasn't she done that? 你讲到这么多问题 你都承认了 哈里斯都有这么多问题 Why haven't you done that in three and a half years? 在三年半内 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到 你说这些问题 就好像人家搞给你一样 为什么你不去处理呢? Why you are still here? You should go back to white house and do your own job 你应该回到白宫去做事吗? 你是拜登的副手 你是帮他 拜登没有做的事 你不需要负责 你不需要held accountable? 你是不是搞笑? 主要你这么说法就很搞笑 你有没有提出过一些事 拜登不做的 可以说你不需要负责 我想请问你提出过什么 拜登不做的 你说不出 所以跟左派只回答一个问题 你讲到边境这么多问题 那为什么你不做呢? 最搞笑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看着电视线 即是他有20分钟的演讲 在那个地方 特朗普一场演讲都60至90分钟 他一场演讲20分钟的收皮 而且他讲话 基本上绝大部分是看电视线 两面的透明的版 他照讲的照读的 那么当然了 深层政府很多幕僚 寫好的东西 每一个句子 全都给他读 他当然没有很严重的食螺丝 他也不像我那样 我没有读的 我超小笔记 几个关键词 我就开始报新闻了 他不是的 他完全是对着 Teleprompter来做事的 那你想想 对于一个59岁的虾婆 有人说我们不可以称之为虾婆 You have no right to say our VP as虾婆 公和婆是没有侮辱性的 OK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如果公和婆都有侮辱性的话 那很可怕 以前在香港有个叫虾公 他就是当时候 开放杂志的前身的创办人 明报在里面做了很久 大家有记者都知道他 你自己不知道什么 那虾公有没有侮辱性呢 那为什么不叫虾婆有侮辱性呢 真的很奇怪 I have no right under what law under what constitution 我在台湾 收台湾的法律 憲法 那请问我台湾法律 我有什么right I have full right to criticize anybody 我没有诽谤侮辱呢 婆子是侮辱 我第一次听 那你儿子啊 女儿啊 妻婆啊 姐弟啊 兄妹啊 这些是侮辱吗 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些人 from what angle 他们是这样做的事情 我真的很奇怪 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一些愚蠢的人 就是一些神经质的人 去说话 说回哈利斯 礼拜五 他就基本上 就是出席了 在Arizona 一个border state 讲关于这个问题 现场有多少人呢 我想不会很多人 我听到的声音都是全部 有个人在起控 专门做啦啦队 大家鼓掌 我觉得没有那种气氛 那他说的是什么呢 当然在美国来说 是immigration issue 我只说immigration issue 支持共和党的多于民主党 尤其是Arizona 无论是Fox News 或者是CNN的民意调查 都显示了共和党 Trumpman 我真的戴这笔帽子 OK 信众要求 这个b帽子 我们看到 一人喜欢a 一人喜欢b 一人喜欢c 我们分开不同日子 但是不同帽子 我想会比较好玩些了 Harris呢 就说了 庇护申请已经减少了 即是 简单来说 在2023年12月之后 的确呢 在border上 非法入境的人士是减少的 所谓归功于 是讲功才不行 归功于 不要讲错 功劳的功 就是归功于这个 拜登 在有个行政命令 基本上去限制asylum access 这件事就是 Harris 讲得好像新政策一样 但是一直以来 拜登做的行政命令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等于 你现在进去 由墨西哥 进去美国 那你进美国的时候 你一定是特定 一点 立即在cross border的时候 申请你的政治庇护 如果你进去 才申请政治庇护 就会抛你走 不受理的了 如果你进去 才违反任何的秩序 程序 原则 跟着你非法滞留 在那个地方 就会将你 就是 踢出去 墨西哥 五年之内 不让你再入境 那这个就是 哈里斯讲的 Harris讲的 那这些事情 第一 没有新意 那现在 是不是仍然有非法入境者 入美国呢 当然是 OK 数字有跌 你说这个所谓 asylum access的限制 有没有一定的作用呢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以及应该 任何的非法入境者 都不能入境 OK 我会讲 特朗普在这个非法入境 有什么看法 我先说哈里斯 他就说 庇护申请 基本上下跌了 就是小人 无论合法 非法入境 都少了 他说 特朗普的批评 完全是政治化 他说 哈里斯自己 是做common sense solutions common sense 这件事 特朗普经常说 在后面的东西 常识的 这种 所谓的solutions 而不是做一些 run on the solution 这个哈里斯说 不是说 在那个问题上面 或者那个solution上面 左支右绝 但是你不会处理问题 你看看我 我就处理这个问题了 首先 我先不要说 你有没有处理问题 特朗普 在过去四年里面 是没有任何权力 他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 都未当选 成为了第四十七任总统的人 去solve the problem OK 而真正run on the solution 的哈里斯呢 哈里斯基本上只有一个港字 而你说的数字有跌 但始终很多非法入境 去的地方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每日 批出一个定额的非法入境的数目 然后还不认为这个叫非法入境 就是等于你没有一个pass 没有一个visa 那你基本上进来这个地方 应该不给的嘛 应该赶走它嘛 对不对 因为非法入境那种情况呢 有些是就是偷渡的 OK 有些是呢 我要申请asylum 结果是什么呢 一大堆人 看到这么麻烦 又驱赶什么什么 就少了 但是呢 依然有人呢 一来美国 是一个定点 我要申请难民 你说难民 你就是难民 你先不要用这个香港的情景来看先 美麦边境那些一大堆的中国人 一大堆的Congo Venezuela 不同的地方来 好像Trump 经常说的 they come from prisons mental institutions their drug dealers trafficers 什么人都有 喂 他们来这个地方 喂 申请庇护 于是便进入美国了 进入美国的时候 等 等等 等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不行 一直以来呢 you are dreamers 这些人 梦想家 他给个名字给这帮人 没有身份证 非法入境 跟着呢 很多年在一个地方打等的了 非法入境很久 跟着说这帮人呢 又生了第二代了 非法入境的人 在美国那里生了第二代 那美国是采取这个 出生地 决定国籍的主意的嘛 如果你不看任何的法律的话呢 那这帮人又是美国人 OK 那父母又因为这样 没有父母 彭子 累贵 于是又可以归化 是不是这样呢 即是你会看到 有一帮非法入境者 他们就说 我们有贡献 贡献美国 付出努力 They are all Americans 这个就是这个 哈里斯说的 这样搞法 我想全世界国家没有这样的 你试试说这些东西 向台湾政府说 或者向台湾人说 他们会什么反应呢 你会跟日本人说 你跟英国人说 他们有什么反应 你跟新加坡人说 有什么反应呢 他说不是 我们美国是最厉害的了 是要吸引我们这个大国 大摇摇大的样子 去吸引全世界的 那些好的人才来到这个地方 They are illegal immigrants 如果这些好的人才 为什么他不专才移民 投资移民 读书工作 什么H visa 什么B visa 任你说 你就去那个地方 这些人才嘛 你觉得美墨边境 跨境来的那些是人才 很奇怪 我想大家要说 基本的常识 是不是 但是偏偏 哈利斯是没有常识的 说什么common sense solutions you have no common sens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problem and you sit on the problem run on the problem without solving the problem and why haven't you done this in thes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Harris 你三年半年 什么都没有做到 那你Harris 你所做的什么 你Vice President 人工是白领的 责任是拜登的 自己只是调查 研究 不是border 不要怪我 不关我事 好我当你不关你 我先说全部都关你事 你不要乱说 你回去白江做你的副总统 做了这个问题出来 现在问题是你承认 非法入境者入境 接着你说来到那些dreamers 未来的那些 吸引他们来招落人才 接着说 这么久以来 拜登和我一直在做的 一大堆的行政命令 去cap on asylum access 断言有效的 减少了这个庇护的申请 反而是行的了 会使到庇护申请更加难 和会使到有新的方法 使到整个过程 是更加有秩序 他说 另一方面 他回头一说 问题都很严重的 有很多边境安全问题 依然会guard against 尤其很多毒品走私的drug trafficking 接着话锋一转 跨要自己 当年做加州的检测总长的时候 去过那些地道 即那些smart truck 挖地道 里面有aircon 有灯的 他说参观过那些地道 就知道那些酒私毒品是怎样做的 it's totally irrelevant 还有说到尾 你做了什么 做个show 那些左胶最流行的 这个检测总长和检测的 检测总长和检测的 检测是否那些950元那些没关系 那同样 我用同样的逻辑 他和drug trafficking 与捉这些所谓走私的人 完全没关系 是下级那些检测官的功劳 和你这个加州的检测总长有什么功劳 那些左胶就是说 950元那些不是我不起诉的 是下面那些检测官不起诉的 同样道理 抓走私毒品的下级检测官的功劳 和这个harris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的逻辑没有办法一致 我就说 当然有关 两件事都有关 无论950元下面不抓 抑或偷东西 就是叫做0元扣 还有这个走私毒品 完全跟你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多人走私 接着他做了专家 他说 在墨西哥有两个主要的帮派 主要这两个帮派 负责走私的 说回N年前的东西 你已经没有做加州的检测总长很久了 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说法 不过他说一样是对 就是这些毒品 Fentanyl 就是那些芬太尼 一开始的precursor 的ingredients 那些最基本的chemicals 是来自中国 所以他说 对于中国 对于墨西哥 一定要有很严厉的措施 就是说 Why haven't you done this in thes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说完了 这个就是Trump 常常说的问题 那么久你不做呢 Why 这个是一个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OK 那接着呢 一处夸 有一个CBP-ONE 就是APP 就是手机装一个应用程式 它名叫CBP-ONE ONE 那就是说你装了APP之后 你去墨西哥的时候呢 用APP 可以Appointment 约Appointment 就和美国那些 Border 那些 即是边境的官员 约见的 OK 约见之后呢 看看呢 他说 他先说 那你进来 你要举手申请庇护 你租几个点去举手 那就是说 用预约制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就说 喂 那些人 第一 如果非法入境的 偷渡的 另一个问题 现在的预约制 入境 再等 即我是 未必是 什么真正的难民 他跟香港那班 完全没有 不要把香港那班 混在这班 这班完全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非常反感 就是说 有些人呢 不断是说 希望通过美墨边境 非法入境美国 然后成为难民 有些 当时有些这样的人 去主张这样的渠道 我是非常反感的 喂 你和这班这样的 dirts 这些这样的 mental institutions prisoners 在一起 一起湧进去 你想想 这件事 对香港人的形象非常差 香港人 你不常常觉得 什么紳士萝卜皮 喂 你做完这些 这样的事 完全是 黑人争的 这班人进去 举收 阿沙林 接着美国政府 就怎样呢 在美国等 阿沙林 当然在美国 你们在加拿大 你们都在加拿大等 不呢 香港是跟这班人 真的没得废 这班人去到日本等 然后找黑工做 然后等一等 吵吵吵吵吵吵 你要catch me if you can they can be everywhere 等得 你不会限制他居住 全美国五十州 不是去不同的地方住 对香港人不知道 你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没有任何的国民的身份证 亦都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 你都不是说 你一定要出示一些东西 那你要证明你的 proof of citizenship 连投票都可以 有些地方不需要 你的photo ID都不需要 楼票都不用 全世界全部都渗染了 据特朗普说 这些人有二千一百万 不是说作为二千一百人 是二千一百万 全美国才三亿五千万 左右人口 你要二千一百万的人 非法入境 那我问你 这个机会不做 甚至他有个计划 这个计划有趣 每个月 这个是Harris和Trump的计划 Harris和Biden的计划 每个月三万名移民 给四个国家 你听清楚了 四个国家 古巴 海地 尼加拉瓜 和委内瑞拉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这四个国家 每个月三万名额 给他们移民 那他们呢 可以来的 不过呢 不要说移民 居留 两年 工作签证 那你只要有个financial sponsor 即是基本上有个财产担保人 或者给你钱的人 就可以了 拿到公签 就可以入到你的地方 去实现你的美国梦 我说真的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用同样的道理 在台湾上推这些东西 你说不明白 我给你知 有什么是反感 同样道理 你试一下香港 即当现在 不要说国安法那些 先抹掉它 十年前 或者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 在港英时代也好 很重要 你想推称 古巴海地 尼加拉瓜 委内瑞拉 那我们举个例子 老郭桜柬埔寨 这个 这个 孟加拉 三个国家 每个月三万个移民 我们香港当成300个移民 每个月 300个移民 未来可以来到香港做事两年 有工作签证就行了 第一 你会侵奪到 本地香港人的就业市场 第二样东西就是 就算你过来 我们不怕 大把jobs 这帮人进来 蛇有蛇老鼠有鼠路 他们不会非法居留 非法继续 预期居非法居留才期 接着更重要的这帮人 如果是间谍 想去破坏美国国际利益 干预选举 甚至跟这里的毒犯勾结 破坏这里的社会安宁 破坏社会秩序 形成杀人强奸走私贩毒 什么都有齐 诈骗什么都有齐 KK圆区各方面的东西 你每个月批3万人入美国 这个是拜登政策 我没有老屈你自己看回 那你都可以 你还好意思说 Border 3我们要加强Border Control 接着说最坏的是Trump 一日最坏都是Trump 因为跨党派参议院 原先有个法案要通过的 就是说第一 给多些的资源 Double Triple Quadrable 给这个所有的边境的judges 法官 法官要 法官 执法人员 他们验的机器 看是否分泰尼 看是否有关的枪支 弹药 那你们不给钱 他们做不到 Border 大政府 你们当时跨党派有共识最坏的是Trump 禁止这个政策 这个就是片面的说法 当时这个法案 跨党派的法案 就是第一 第一 增加拨款 给他们做enforcement 加上整个法案 package 他不喜欢拆开 加上什么呢 就是每日 有定量的非法入境者的批准 换言之 我们看到拜登的情况 他们有个叫红灯政策 就是说每日有 譬如几多个非法入境者 连续几多日超过这个数 或者每日单日超过某个数 就会停 就会close the border Trump就说 立即close the border 不是说你要等非法入境者 等到一个限额 然后你过了这个限额 才需要requip这个immigration 是争论这一点 但是当时 民主党的议员 不可以 一定要将增拨政府资源 这一点 完全将它串在一起 那么当然 最后这些过不了 那么你硬要过 喂 那你也要争取双方面的一种协议 那你因为不是bipartisan 左媒将它认为bipartisan的东西 喂 是因为这种东西不是bipartisan support 才过不了 那你今天 或者是时间预期了 过不了 那你今天怪谁呢 对不对 参议院是你民主党控制的 参议院是你自己控制的 你还在怪谁呢 怪得了谁呢 所以我就说 哇 整件事完全是fake news 然后那些 什么美联社 发生社 那些路透社 完全不说这些 哈里斯一直说些fake news 出来的 好令人反感 OK 所以我听完20分钟的演讲 就是想删机 那就是 特朗普的政策是什么呢 第一 他四年里面 deport了35万人 OK 那么很多的deportation 第二 会出动国民警卫军 去处理问题 第三 他会根据1798年 一直通过的Alien Enemies Act 那么也都可能有新的法律 因为这个法律就是 跟交战国 就是驱逐一些非法入境的交战国成员 那么这个交战国是怎么定义 或者是没有新的法律去弥补 或者解释这件事呢 可以说 即是机会法律基础 法源根据呢 可以找到出来的 第四 来到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人 无论是非法入境 一定不给 合法入境的 要ideological screening 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观念价值方面的审查 左派说不行 你不能观念价值的审查 一定要观念价值审查 其实跟左派右派思想无关系 是你不能鼓吹这个恐怖主义 你不能鼓吹这个暴力 这个基本的情况 你不能做小丑 就是那个电影里面 无政府主义的小丑 OK 跟着最重要 第四样东西 Remain in Mexico program 所有要等待 美国政治庇护 asylum的人 在墨西哥等 这种东西 不影响到现在香港的情况 香港现在 你合法入境 里面 再申请asylum 根据所有refugee的地方 排斥序 是排得很辛苦的 所以很少人去美国的 这种东西是good 但是排得很辛苦 对于香港人是有点不公平 沃兰战争之后 敘利亚战争之后 几多的 现在敘利亚又是真主党被人炸了 他的领袖 也都是被人炸死了 那个黑帮头目 不是敘利亚 是敘利亚真主党 Hezbollah 赫山 他的头目 也都被人炸死了 这种东西是好的 which is good 但我就说香港人 你不可以将香港人的情况 和这一帮美墨边境的移民是比较的 这帮人其实我觉得是假难民 一举手就申请庇护而已 他们的经济难民 经济难民就是穷L 就说我是经济难民 如果这么说你收了所有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Bengladish 蒙加拉一大堆的 他们拥去印度 拥去Burma Birma 就是缅甸 罗兴亚人 你收了他一帮人 经济难民 穷L一大堆 非洲还有的 中亚都有 你用我 你的名字会讲你更多人 那你收难民 难民之国 难民地方 我们行 大把钱不怕你 派钱给你们都行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美国那些 这样的精神 会使得美国非常危险 Remain in Mexico Program 是Trump的campaign 提出来 就是说 所有要等待阿沙林的人 你在墨西哥等 不要进入美国等 要wait there 我批准才让你进来 不批准你继续墨西哥 一这样说 就没有给人申请阿沙林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 Title 42 Title 42 什么意思呢 不可以以公共卫生 即是叫做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的理由 去申请阿沙林 即是说 我要逃避这个 COVID-19 No 这个叫Title 42 同时 父母如果非法入境美国 他们所生的子女 即使在美国出生 按照美国宪法 现在就是说出生地主义 国籍 就是以后 在美国出生为根根据 大家知道美国是这样的看法 那些人是一个例外 因为你父母非法入境 你不会因为父母 美国道 生了你出来 于是你会取得美国国籍 这一点没关系 因为你一剥这件事的话 你就不可以想着那些临盘 大吐火冲进来生 你知道美国几多的中国人 哇 这个粗身大小 飞机总进来生 你有六卡 其实这些东西是好 到这么多年来 是这样做的 这个每一个国家国籍 它的定义标准是出生为原则 就是你出生的父母国籍为原则 就是属人主义 因为属地主义就是你出生地为原则 是有不同的看法 英国和美国都不同 但是美国本身 这个基本的法律框架 我先不质疑先了 OK 你可以保留它 但是对于父母 非法入境 所生在美国的子女 应该是没有美国国籍 这个应该形成一个例外 这个就是说特朗普的基本的一个政策 你问一下 我只是这样 flow出来给大家听 你觉得谁合理 我就觉得这个合理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你可以继续听的 我会看到特朗普将会在 Perry-Duchien 那就是在5000人的这个西威斯康辛的这个地方 在今天稍后会做演讲的 大家拭目以待 他如何批驳 哈里斯的事情 听我说的事情 是不是哈里斯 是不是特朗普所说的事情 Why haven't you done this in thes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那么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种基本的反驳 OK 那么另外美国最近这一两天都发生很多东西 比如纽约市的市长 他被指控Erik Adams 他被指控fraught 诈欺 就是这个诈骗 和收费 就是corruption 这些罪名是被起诉 那么他今天接受arraignment 就是这个传讯的时候呢 坚持他自己的清白 每个人在未審计之前都是无罪推定的 那么这位一度过去被视为民主党的名的身色 拒绝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呼声 这些democrats 就要求这个Erik Adams去辞职 但Erik Adams说我没错 我为什么要辞职 就是这个深层政府想清除这个人 这个人是不是有罪 那就等法庭去判断 OK 但是想想 高雄安在新竹都没有辞职 是不是 这个 阿 柯文哲被人在困 就是已经 激压着 都没有辞去党主席的职位 就是了 你想想 你想想这个标准是怎样 如果按照 用台湾这种傻的做法 在美国上 那他真的有权不辞职 如果他没有权 如果你真的 他一定要辞职 那么依法办事 法律不是依法 他辞职 他本身 认为呢 我们这么多的非法难民 你民主党都要负责任 民主党觉得你不听话 就是你冲着拜登 Harris 的事去做 那么你眼见整个 纽约市地 曼哈顿也好 Brooklyn也好 Bronze也好 你看看你做 Flushing的地方 Queens的地方 那么多的非法移民 但是他都觉得做市长不行 你敢不搞 敢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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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话 那于是乎呢 很多事情和你切割 分分钟这宗诈骗 受贵的东西 抛黑材料出来 是不是 Eric Adams被控 电信诈骗 杀取非法竞选捐款 涉及土耳其公民 和至少一名土耳其官员 的共谋收贵行为的罪名 联邦法官Catherine Parker 订定下次的听审日期 10月2日 就过了 J.D. Vance和Tim Walts 11月1日 CBS News的辩论 他在今天前往 曼哈顿的联邦法院 接受传信 是美国史上第一位 在任被起诉的纽约市长 当然他说 呼吁纽约市民正代 听取我们这方的说法 64岁 大家看看他之后 会有什么的搞作和发展 当然 按照我的理解 不容易 不容易 绝对不容易 这些极左派的圈箱 会继续 钉在他头上 特朗普也有一个大金主 大家知道是谁 Elon Musk 当然不是George Soros George Soros 是帮Hillary Clinton Hillary Clinton 帮Harris 大家知道 George Soros 完全不会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的金主 有其中一个非常大的赞助 就是SpaceX的CEO 也都是Tesla 还有这个 大家看到X的老板 Elon Musk 他就是支持的 America PAC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叫PAC 在七个关键摇摆州 动员了300至400名工作人员 负责逐个门口敲门拉票 试图将支持特朗普的潜在选民 转化为实际得票 所以看到这点是重要 相较于原本的志愿者模式 America PAC的运作更具规模 特别在市区和郊区的展开动员工作 保证了特朗普阵营无法圆圆覆盖的部分 这些行动不单吸引传统的特朗普支持者 更影响过去不经常参与选举的年轻男性选民 其实女性都有 马斯克的America PAC 投入了6700万美金 着重在社交媒体上 深度年轻选民的精准行销 并且在广告中将特朗普 塑造成美国硬汉的形象 意图换起年轻男性的支持 这显示出马斯克对特朗普选情的深度参与 甚至传出特朗普当选的话 马斯克可能会入主白宫 成为他重要联邦政府官员的要职 随着选举将近马斯克的全力支持 成为了特朗普选战中的关键力量 也令到外界更关注马斯克从政的可能死于政界的影响力 我想不需要太夸张 我想尤其是对于政府的协调委员会 我们上次也看过他在这个X的访问 他做一个叫做coordination的角色 而不是所谓的决定政策的一月 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 OK? 还有商人从政 只要是他光明磊落 不会中爆私囊 我想这一点就不会形成一个问题 特朗普本身就是这样 特朗普是商人去从政 但他基本上将他的生意已经摆在一旁 不会有治理的成分 否则你的四大案 五大案、六大案 应该针对他如何中爆私囊 你找不到任何有关的东西 OK? 所以这一点是重要的 那么当然了 中东的乱局继续 刚刚讲的了 就是这个叫做 他第一个叫哈山 他第一个叫纳斯拉拉 纳斯拉拉 纳斯拉拉 是Hezbollah 就是这个 这个为黎巴嫩的贝鲁特的真主党 那么他这个真主党 就基本上是被以色列奇袭成功 就是内塔利阿湖 搞一个叫做假动作 就是美国去和官员见面 就是美国到夏指令叫以色列奇袭贝鲁特 那么结果就是炸死了 想去和伊朗见面的这个纳斯拉拉 在贝鲁特和伊朗的代表想见面的这个纳斯拉拉 那么这个真主党受重创 那么当然真主党是一个呢 一鸡死一鸡鸣的组织 就是好像恐怖组织 你一个死了之后 另一个cell会出现 所以真主党的这种反抗 会出现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会怎样呢 那么美国现在呢 都是暂时都站在以色列那边的 那么未来的情况 拜登会不会继续这样呢 那么再看下去了 OK 那么我所知道就是说 美国如果左右在这儿摇摆 甚至是不能够坚迫清野的话 问题就会相当严重 做事要么就不要做 要么就做成功 做狠拒 认定目标就这样去发挥 这点是重要的 特朗普在上次节目中说过 他未必会见习伦斯基 但谁知道呢 他真的会见有 见与不见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你要避免可以 那我就见你了 那26号这个哈佛就见了这个习伦斯基 以有所知的批评这个Trump 是乌克兰战争的投降政策 那么至于稍早曾经批评 习伦斯基的这个Trump 就是27号见习伦斯基 那就是给你了面子 而且就要停战 stop the war 那习伦斯基乖乖地 嗯 是这样又点头啊 因为他要量水的嘛 这个人 做戏维持权力 量水 继续能够使乌克兰 有继续办法打下去 这个他成为的乌克兰总统 我会觉得 我不会很批评他 因为他为乌克兰去做事嘛 他不是为我做事嘛 Trump是为美国做事嘛 也都为全世界的地缘政治去做事嘛 那你想想 各位其主 但是我会觉得 哈利斯 你这样去和习伦斯基什么都答应的话 这种策略是不是太好的 OK 就说呢 Trump是要乌克兰投降 sorry 不是投降 不是surrender 是要完全确保到乌克兰的领土 能够呢 主权完整 领土有关被占领的部分 你都打不赢 两年多时间 你有本事就打赢他 你打不赢的话 将他变成非军事区 双方军队全部向后撤 是比现在俄罗斯占领更进一步 即是你有占领区 你有5分之1 20%的土地被俄罗斯占领 你要俄罗斯去撤军 非军事区 你本身你都拿不到的东西 你都打不赢的东西 为什么你又要下一个地方呢 你一步一步来 你不可以说 喂我要打赢你俄罗斯 普京宣布投降了 I'm wrong I surrender 你才完了战争 你想想这个是unrealistic 你会觉得这样才赢 Why haven't you done so in the past 2 years 天天这么多人死 你是不是很开心 我会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些所谓的胜利计划 要提出来 很离谱 Harris不断抹黑特朗普 就说美国有些人 另可逼使乌克兰放弃 他大面积的主权领土 我觉得那个地方都是乌克兰的主权 但是双方不在那地方 有任何的军事部署 等一下 非军事化 可以吗 哪里要乌克兰放弃他大面积的主权领土 没有这样的事 特朗普也不会这样做 Harris竟然说特朗普的做法 和普丁的想法没有分别 Harris说 让我说清楚 乌克兰放弃领土的建议 不是和平建议 而是投降建议 没有人有这样的建议 你是在打杜草人 当然 特朗普现在的情况是非常重点 他和扎伦斯基见面 他在纽约的特朗普塔尔 9月27日 特朗普也在社群媒体上贴出 来自扎伦斯基 透过沃克兰驻美大使馆转交的英文信 扎伦斯基在信中要求 再次要求和特朗普见面 强调两人亲自接触 了解非常重要 沃南官员未证实这个信的真理 正如我所说的 真是想求见的 不是特朗普 特朗普不需要和扎伦斯基打卡 是扎伦斯基要打特朗普卡 特朗普有可能赢的 你现在不去积极地拍马屁 以后吃虧的就是你 所以站在扎伦斯基立场是完全理性的 特朗普和扎伦斯基会谈的时候重新 他将会和俄乌双方合作结束战争 特朗普强调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We have very good relationship 我和Putin的总统的关系都好 大家都知道 我认为如果我们赢了 我们就会很快解决问题 并且说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中间我记得扎伦斯基我看的那段片 打断特朗普就说 他们是华人而已 大概是这样 特朗普的做法就是 他要做调停的人 我们的关系很好 我和Putin的关系都很好 然后很多人说 我和Putin的关系都很好 就等于特朗普是负我的Dictator 所以特朗普也是个Dictator 你神经病的 我做调停 我做嫁量 我当然是两边都说 你们两边都是和我们有好关系的 用这件事的quote 就说特朗普是支持Putin 你神经病的 做调停 希望绕绕这场战争 因为绕绕这场战争 这个地缘政治的全球战略 是对于美国好的 我分析过 扎连斯基的回应 我们有个共同观点 就是乌克兰的战争 必须停止 普京不可能赢 这个就是扎连斯基很懂得说话 回到最大功因素的情况 这个就是 乌克兰的战争 必须停止 Stop the war Stop the war 是扎连斯基的说法 普京不可能赢 那我问你 你作为一个美国人 或者一个台湾人 或者一个香港人 你不是要帮 乌克兰 要攻到莫斯科 杀了普京 毁灭了整个 这个俄罗斯政权 那你才过来win呢 还是你说不是 趕到他去边境的位置 就是以前在 Crimean war 就是2014年 或者2022年的爆发 这个乌东战争 原先的地方 restore the status quo 就等于你赢了 好多人这么说 restore这件事 但你打不赢 你用三寸不难之舍 就要普京赢 那你打赢他 那你医院 美国两年多 供应一些低 低质量武器 低品质武器 给扎连斯基 不肯给好的东西 而他都里面 很多腐败在里面 我问你 怎样赢 你讲的这些东西 讲的容易 你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说 继续打吧 不要来 继续打 是这样的策略 还是说 停战 我会赞同停战 不是说继续打 你那些左交的 love and peace love and peace 在哪里呢 所以我说这些 价值观是混乱的 这班人 那当然 扎连斯基和特朗普 讨论过这个 胜利计划 即是你胜利计划 你继续在催泪自己的水 但我只是说 今时今日 要尽快 结出你的战争 才是最好的方式 那当然 他也会 扎连斯基和拜登见过面 但拜登见不见他面 他说什么都没关系 他可能走了之后 都不记得刚刚跟我 跟哪个人见过面 接着他除了拜登 宣布了提供基辅 一笔价值80亿美金的 新军事援助 他说 河南将会获胜 我们将他继续支持 你们武术路上的每一步 你们会赢的 我们继续给钱给你 接着扎连斯基 就对美国能够 和河南并且作战 表示有充感谢 这就是一种战略 这种做法的话 未必是得到很多 共和党的选民的 的青睐 最多说一句 特朗普的前国安顾问 就是这个 Robert O'Brien 就是特朗普执政时期 第四日五 总统时期的 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O'Brien 是相当好的 他说 中国最终的计划 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的以色形态 强加给其他国家 在美国史上 从来没有威胁 O'Brien 在保守派智负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主持 会议上说到 我不确定 美国历史上 是否曾面临过 像共产中国的威胁 或独立战争的时期 当时我们和领先世界的 超级大国英国作战 他说 我认为 我们现在面临的 是来自中国的威胁 比我们在冷战时期 面临苏联的威胁 还要严重得多 如果你认同这句话 Why are you still fighting the Russel Ukrainian war? 为什么你还不断 两年多 投放多少资源 在这个地方 打一个次要敌人呢? O'Brien 说 他认为 中国的最终计划 是将他的 马斯列帘主义的意识形态 强加给世界全国家 他们有一种意识形态 就是他们认为 自己可以利用这种意识形态 来操纵组织 统治全世界 所以 这个对我们所有人 以及我们的子孙 都是一种危险 这个是全世界的 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种危险 因为他们认为 能够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 来治理整个世界 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称霸世界 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所以我说 现在这个情况是相当兇险的 相当兇险的 当然现在在 Florida大湾区 即 不是香港的大湾区 Florida大湾区 遇到史上最强的hurricane 即 美国 不是叫台风 叫hurricane 即是一样的东西 巨峰和台风 不是一样的东西 海伦台风 即海伦巨峰 试约导致44人死亡 那现在 VP 就是这个 Cumberland Harris 就去到Arizona 那边的时候 开始花了几分钟时间 就说 我们会有很多人 投放我们救灾的了 说这些东西 说真的 暂着说话不要痛 你在那个地方 说这些说法 你不是应该灾区吗 You are now the sitting vice president and you are still campaigning OK 我就觉得这个最荒谬 那你有本事 就拜登去咯 我都不记得 他去完之后 他记不记得 刚刚他去哪里呢 我有很大的疑问 这个就是我看到美国的情况 所以我就说 Trump 2024 希望他能够赢 即我猜错了 高市早苗会赢 我觉得这个我都非箭之序 差21票 大佬 有时候就是岸田文雄这个阵营的倒戈 是因为岸田文雄和这个石破某属 最后呢 猪头派 过当 这样搞法 是一件好事坏事 很快就会有结果 即过多几个月 大家知道什么情况 但我就说 希望这种情况 不会在美国重现 我都很希望 就是说 我心心念念 我觉得 喂 我们要美国更加强盛 我们希望 我们的价值观 观念 能够更加 这个 显耀 能够收到台湾更安全 能够收到中国更大的削弱 这个是我们一直的看法 有些人本于这个看法 于是支持哈利斯 我都觉得 可能他们是正确的 但他们是愚蠢 我觉得很白 他们是正确 但他们是愚蠢 有很多诚实 真诚 但他是愚蠢的人 我只是说 你看看 撥开这么多的新闻 如果都不明白到 即是 美国如果能够选择特朗 能够成为 2024年的总统的话 我觉得 对于整个国际局势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石破茂 怎样和中国距离更多 他都要 形势比人强 五个大字要更重要 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之下 一定会复应于美国的整个框架 ok 所以我就说 希望大家都 继续努力 ok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